先试一下 然后并且啊 录制聚齐啊 录制怎么录制啊 其实就把刚刚动作再做一遍 录制聚齐 然后这个聚齐也许什么 你就写一下就下载那个大乐透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把这边录制大乐透 下载 那一样嘛前面讲过录制的方式 按确定之后 那一 资料 从web 二的话把这个贴上 刚刚的网址啊 记得啊 一定是index page等于1 这个可能要稍微check一下 到的话呢 就把它一直打勾 按确定就好 然后把那个你要的那个表格打勾就可以了 你要的表格在这里打勾 然后放在A1 汇入 然后到A1按确定 好这个时候资料已经下来了 就把它停止录制 这样就OK了 然后 聚集里面呢 再把刚刚录完的那个 叫大乐透下载这个 聚集编辑一下 那你会发现喔 我们的程式基本上 主要改几个地方就OK了 特别注意 关键地方 这个是下载一个 其实如果你要下载那个 总total有57页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地方的E 把它改成I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也就for I 等于1到57 OK 第1个地方要改了 第2个要改的地方就是 你要把什么 这个 Destination 有没有 Range A1 有没有发现 那他这个 E有没有 如果第1次是E 是OK 可是如果第2次的话 应该是向下追踪 再放到呢 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变更这个 因为这边可以把它变成R R去追踪 所以其实喔 如果你录制好之后 再把它做一个 VBA的修改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所以改两个地方 然后再执行它 1到57页全部都下来了 这个好处就是说 当然第1个啦 你不用手动自己一个个慢慢下载 第2个的话 下一次如果像你每天都要 要下载 某一些网页吧 那说真的啊 你真的太累了吧 每天都要自己手动来一遍 所以喔 现在很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下载的网页数量非常大 超过你人工可以复合的 那你绝对要学一个叫 这个 网路爬虫 其实这个就是网路爬虫的基础 网路爬虫 不是说 只能用那个Excel 这个VBA用这个方法 其实还有很多工具啊 像Python现在很 很夯的 这个语言 其实他也可以做到 只是说如果你暂时不用学那么复杂 因为Python毕竟难度会比这个高 蛮多的 那你暂时用这个方法 其实就祝福你工作上的需求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先用这个就好了 OK 其实两者啊 两边其实很多地方是没同的 只是说呢 操作的方式大概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 在 Excel里面有这个东西 你就至少啦 可以用你就先用这个啦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找到 感谢观看